台南有兩名建築師 十六號結伴爬玉山前鋒 其中一人 宮頂前 身體不適倒地 嘉義縣消防局人員出動救援 可惜到場時 男子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而新北市瑞芳區的三凋嶺 昨天則是有六位民眾登山 途中有兩人不慎 跌落六層樓高的山谷 緊急送醫 都宣告不治 山友爬玉山前鋒 身體突然不適倒地 救難人員獲報即刻出發救援 到達現場 山友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大家合力用拖拉的方式 把無姓山友拉到玉山三角點附近 等待空勤隊直升機救援 來自臺南的兩名建築師十六號相約爬山 其中一個人攻頂前不適倒下 同心有人立刻幫他做CPR 搜救人員也在四個小時後到達 可惜沒能搶回一命 新北市瑞芳區三凋嶺也傳意外 十七號下午一點多 六位民眾前往登山 兩名六十多歲的男子不慎跌落六層樓高的山谷 兩名傷者緊急送醫搶救 可惜還是宣告不至 記者沙燕齊無其昌綜合報導 大道